請問四年跟六年有什麼差距 他們的思維我很了解 往那個木馬圖城 民進黨他們的意識形態思維在作祟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是說他一陣子就隨機一親 爸爸媽媽要多少 要年滿七十歲 一年只有六十個 你如果真的要申請 申請用 可以用到劍把他繞過 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會等得到 最近國民黨拋出了一個議題 我覺得是被民進黨又開始 強力的抹紅跟貼標籤 其實2016年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就在各國人權報告當中 有指出台灣國籍法相關的條文 對於中國籍配偶的歧視 跟不平等的地方 民進黨碰到中國大陸 他們的人權意識全部消失 那更別說了 他們還在口口聲聲說 要幫中國的人民去拉出來 解救中國人民 不要被這個毒權來綁架 結果民進黨在台灣 卻歧視中國人民的人權 去弄了一個完全忽視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開始講 這個呢 會不會有 第一個國安疑慮 會不會有拖垮健保的事情 我們說為什麼綠營會 這麼猛烈的反對 那你看未來像機器黨一定會發生 那你看黃捷是指標人物 意識形態化 那你們現在跟我們解釋 請問四年跟六年有什麼差距 你要怎麼畫界線 就是說他們的思維我很了解 就是很往那個木馬圖城 那邊去思考 搞得跟一個社界一樣 然後好像就是每一個陸配架來 我們台灣都搞得像那個社界一樣 所以黃捷問說 這個是 這個投票給你的 是中國人嗎 他的意思說 我們在台灣行使投票權 是我們擁有中華民國 身份的這些國民在投票 但是我也要反擊 算反擊 黃捷那我請問 娶他們的男人女人不是台灣人嗎 對啊 不是我們中華民國國籍 哪有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嗎 所以我就說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民進黨 他們的那個意識形態思維在作祟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是說他進來就能隨機遺親 像我是一個陸配架來台灣對不對 那我已經經過這六年 現在可能縮短為四年 好OK 那我取得定居之後 取得這個之後 不是我的爸爸媽媽馬上就可以 爸爸媽媽要多少 要年滿七十歲 對 要年滿七十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七十歲 然後你一年只有六 只有六十個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真的要申請 申請又能夠用到健保才擾固 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會等得到 對 所以我們之前在立法的時候 不是沒有限制的 我們這個規定是非常嚴格的 民進黨把它完全的擴大 他連七十歲也不跟你講 六十個人也不跟你講 那事實上 如果真的照這兩個規定 三五年到幾十年才會等到 有辦法去申請到這個資格